台灣就會這樣 但國外不會 而且很喜歡就是台灣人 拍名給我 就是來比較 你就這樣子 工作第一 潘友第二 就是我第三啊 他們很喜歡來比較 那工作中央還是我中央 當然工作 不然呢 怎麼吃飯 然後就是 那潘友中央還是比 我不中央當然是潘友 沒有 其實不是 心裡想的OS這樣子 但是這個東西本來就不能比嘛 但是台灣人真的很愛比較 但是像豪豪跟班傑 因為你們本身 其實有一半是台灣人 但是你們的觀念又不是台灣人 你們在交女朋友上面 也會不會也碰到這樣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我在美國的時候 我跟就是說 美國或是加拿大女生交往的時候 我就會比較台灣一點 因為他們就是很西方嘛 很外國人的那個感覺 那但是我在台灣的時候 遇到一些比較 跟本地的女生在約會的時候 我又會變得比較像前面這四位 我又會比較有那個西方人那種 觀念跟文化的差異 又會比較跳出來 其實我們也是碰到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待在台灣 所以我們已經把你們的文化 吸過來一點 你知道嗎 我們已經算是 已經變了很多吧 對 入境 我們沒有那麼像美國那麼硬 但是你們也是要稍微改變一下 這樣子我們才有辦法長久 所以剛好就是立地講到這個 就是那個禮貌的部分 剛剛講的比較會 自己覺得這個好事就會做 不會問我 譬如說 好 派女班要回家 那就是日本人的話先調查 你的爸爸媽媽喜歡什麼吃什麼 然後就是買個禮物 就是為他想 但是台灣的話 台灣的女生的話 我覺得這個很好 就買了 那我爸爸媽媽不喜歡是怎麼辦 這差別是在這邊 但是我現在有了解台灣的文化 所以我們現在有時候卡到中間 對不對 那聽你們這樣講 我很好奇 你們 最希望台灣情人改什麼地方 我覺得 他們 太溫柔 對啊 太溫柔 太溫柔很好啊 不喜歡溫柔的嗎 所以你喜歡黑皮的 他喜歡很舒服 你自己就這樣 沒有 不是 他說太軟 對 對 我還是一旦 杜麗想表達什麼嗎 我就是很Man啊 怎樣 所以你是台灣人啊 喜歡台灣人啊 我覺得這個一定要改 因為台灣的女生 就是我們希望 就是不用給男生面子 我要的是我要面子 你在講什麼 你想表達什麼 我要沒有太激動了 沒有 我要你們給我面子 因為台灣的女生 有時候譬如說 很白目 真的白目 白目 不是啊 因為有時候 我有一次喔 那個台灣的女生 她是在台灣 她在去吃那個 比較高級的日本料理的店 是 因為我本來我是 因為這個東西 已經到了高級的店 應該承重一下我們的規定嘛 然後就是他們吃的時候就是 就那個譬如說魚的骨頭啊 結果我就直接放在這旁邊啊 因為日本人然後就是還有小 日本是吞進去嗎 日本是吞進去嗎 我們要吞 我們要吞進去 不是 我不放旁邊 我放哪裡我吞進去嗎 沒有 沒有 你們真的不太會吃魚 怎麼吃啊 真的 那不是貓 沒有 沒有 聽我講完 這個東西我真的會好好講 因為台灣的就是 像我們日本人呢 就是小時候 譬如說有那個 骨頭的魚 有刺的魚 我們就是可以刺得很乾淨 就是破開啊 怎麼吃都吃到 但是台灣的女生就是 隨便吃 隨便吃 很爛氣八糟 哇 看到就已經不想吃了 然後呢 Windy還有 等一下 不用 不用定嘴 先聽我講完 張科技 我你屁事啊 我告訴你 PUS PUS 我跟你講等一下 我要真的好好講 好 我等 好 慢慢講 慢慢講 不要吃這麼多咖啡 快包著 還有 吃蝦子 就是那個 他的那個 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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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子還穿很容易耶 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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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蝦子 的外套 脫了要放哪 就 好好換就好嘛 因為有些人 就是用手 放在桌上 什麼的 很丟臉 而且呢 而且還有還有 那個我們吃那個 日本料理的時候 如果路邊當就算了 台灣人很習慣用那個 衛生紙擦碗 因為你們覺得那個不乾淨 那她是就是那個女朋友 還那麼高級的菜 那個 日本料理的店 還擦肘子跟筷子耶 而且舒服在這邊 多沒禮貌 然後 會不會是那個餐廳 真的是髒的 不 乾淨 來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你去吃宿舍 沒有 等一下 還有 然後呢 然後呢 我真的生氣了 我想到 我說 好好就是尊重一下 這邊就是日本料理的店啊什麼 大家看我講一句話 討厭 那麼多 那你回日本呢 還是喜歡台灣 你剛剛講說不能放桌 那請問一下 你們日本吃魚的時候 骨頭都放哪裡 沒有…就是我們吃的比較 比如說 這邊 有魚嘛對不對 一條魚 如果錢就是 我會 大家 先那個比較大的骨頭 破掉 然後 對… 然後這旁邊還有小骨頭 在旁邊 你會為了這種小事情 就跟女朋友分手嗎 不是嘛 這個是一個尊重幹規定嘛 沒有 可是 可是我要講一句話 就像外國人 如果我跟我外國朋友 他不會用筷子 他如果夾得裡裡辣 我不會怪他 因為本來就是 但是他是外國人 不好意思 你到底是找哪一種 外國人不會用筷子的 大家會用筷子啊 很多外國人不會用啊 我說他夾得不好 你不會怪他 所以問題是 這邊是台灣耶 我要幫他們講一下話 真的 你真的太過分了 我沒想到 我有一天真的會跟你有衝突 可是 德國終於要PK日本了 因為我覺得 你最希望他們改變的地方 是那個 我覺得那代表他們已經 表現得超好的 這麼小的問題 對啊 沒有… 真的 那個魚要看多漂亮啊 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在那麼大的地方 還剛好講說 那你回日本 就是我這一句話 不需要不一句話 你是魚啊 不是魚嗎 而且我問題是哪一點 我好好講喔 是 我跟他講說寶貝 我就是給你怎麼用啊 然後就是 那個不能 即使在這邊 不能那個 衝突放在這邊 或許是骨頭 不用放在這邊好不好 就講 他卻我都生氣啊 跟你吃飯很辛苦耶 我最希望我們台灣的朋友 可以改變的就是 不要那麼自私 老實說是這樣子 因為… 你覺得台灣哪裡自私 我這樣子講好了 因為有時候就是 你會把一天 變成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例如說 聖誕節或是 情人節 很重要啊 情人節是很重要的日子 我知道 但是2月14號 不一定是情人節 我想要的是 每天都是情人節 對 漂亮 你懂我的意思嗎 好 像之前 之前我有一個女朋友 然後我就是剛好2月14號 我沒辦法陪他 然後想說 我知道 他想要過這個情人節 然後我就只好安排在2月11號 因為那一天剛好有空 提早過 提早過 然後那一天 也OK啊 特別為他準備很多 香檳 一些香檳 一些巧克力 然後 然後他 我就說 你要不要來我家 就是我沒有跟他說 就是要不要來我家 就是看電影之類的 他說OK 好 但是他一把門打開的時候 就是哪裡都是蠟燭啊 很好 然後我放了一些 Luthor Vandre 說 我 我就是在那邊 我就是很開心 我已經煮好飯 我們開心的吃 他那一天過得超開心 之後 我玩得非常開心 不像MODO那一種的 就是 後天會後悔的那一種感覺 就是很開心 好 但是2月14號 親人姐到了 為什麼親人姐都是沒有 沒有安排什麼 我說 但是我前一天已經幫你過的啊 你剛剛過的時候 你有明講 這一天是先過的 沒有 對啊,那怎麼可以這樣 這個要計較耶 為什麼你要先講啊 真的 計較這個小的東西 我覺得提早過的不是一個 那好嗎 我們問一下現場所有的女生 你們覺得過親人姐很重要的請舉 有嗎 是很重要的 不一定是當天 對 對,是很重要 不一定要當天 就是可以 工作很忙 可以先過 或事後補過都可以 但是 如果說你先幫他過 你又不說那是情人姐 不是很明顯 不是很明顯嗎 不說看不出來嗎 對啊 他11號也都14號 可是 他可能以為那只是小驚喜 後面還有更大的啊 你看 這個太自私了 太自私了 沒有,你可能那天賣力 他可能會覺得 你還可以 更好 啊